让天堂的门散开 让生命直到转开 愿你的指引成全天赋 让我们当时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课 仗与剑的结盟 尊荣与成全 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 记载了以色列人在旷野打败亚马利人 而摩西就在这里竹坛献祭 神向他的百姓 启示了他另外一个名字 叫耶和华尼西 也就是神是我们得胜的惊奇 神透过这个事件 显明了一个征战得胜的秘诀 就是在与亚马利人征战的时候 当摩西在山上举起手来祷告 而当山下的约书亚 他们就得胜 而当他手酸而垂下来的时候 约书亚就被敌人打败 后来亚伦跟护尔就在他的旁边 在摩西的旁边就扶住了他的手 直到约书亚彻底得胜为止 约翰·威斯里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他说 以色列人的安危 系于摩西之手 更胜于他们自己的手 约书亚最后能够得胜的原因 是因为他与摩西 也就是年长一代的关系 调准了 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 打圣仗不仅是单单靠年轻的一代 也就是约书亚手中的贱 也是靠年长的一代 代表的是摩西手中的贱 贱象征的是权柄与领导力 而贱呢 则是象征用来执行神工作的力量 当上一代的贱 与年轻一代的贱结盟的时候 所产生出来的力量 将是征战得胜的关键 不但如此 神也应许 当为父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神就要来医治这地 两代合一 其实是需要磨合的过程 然而并不是非常容易的 从年轻一代的角度 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内在生命的不成熟 一方面也有很多外在环境的压力 你会发现在教会是如此 在家庭也是这样子 两代之间呢 有一堆的误会 跟观念上面的差异 最后呢 再加上仇敌魔鬼 因着不想要看到两代合一 带下神的医治 也不想要看到 神的复兴是一代传一代 以至于他竭尽所能的分化世代 来拦阻神的工作 这些其实都是非常真实的挑战 所以首先我们要来看 今天在教会两代之间的代沟 存在的因素有三个 今天教会两代之间的代沟 存在的因素有三个 第一个呢 就是对于复兴如何降临的 强调重点有误 我有一次听到 Chris Fountain 牧师分享 他记得他们教会有一年 有很多的讲员来 都在说同一个信息 他们说复兴会从年轻人而来 刚开始大家听到的时候 都很兴奋 他们也为年轻人祷告跟祝福 可是这样子的状况四五次之后 Chris Fountain 牧师他的灵 就会感觉到非常不舒服 他甚至是有点难过的 他就问神说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神就对他说 你会感觉到不舒服 是因为复兴并不是 从年轻人而来的 我并没有这样说 接着呢 神让Chris Fountain 牧师看到一个异象 就是有一个爸爸 他有两个女儿 他对其中的一个女儿说 你好美 好棒 你是爸爸最看重的 可是对另外一个女儿 却什么都没有说 接着呢又换到另外一个场景 父亲还是只对其中的一个女儿说 你好美 好棒 你是爸爸最看重的 对另外一个女儿 又什么都没说 这个场景不断地切换 但是同样的事情 却不一再地发生 贵士牧师就问神说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神就说 其实你必须要知道 没有说的话是大有能力的 当你不断地只对一个族群说 肯定跟看重的话 譬如说 你在对年轻人的族群说 父亲会从你们而来 你会发现另外一个族群 他们同时也会接受到 另一个资讯 就是他们是不被看重的 那神到底在说什么呢 你知道《使徒行传》第二章 十七节到十八节 那个地方说 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 老年人要做异梦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我的仆人跟使女 他们就要说预言 神在说什么 神在说的是 父亲没有性别之分 没有阶级之分 更没有世代跟年龄之分 意思是 其实神并不允许 我们只看重 或是强调单一的族群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思维 就是我们要了解 父亲不会只透过年轻人而领导 而是会透过每一个不同的世代 而领导 那是会透过年轻人而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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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会透过年轻人而领导